不过呢,做表单之外,你表单你要另外再自己做,做完之后才能够自动化,那如果说你只是很简单的,希望类似像做表单一样,但是它其实是只要填这个,这个就是我们用下拉清单,就选什么了,比如说我选了一个哪一种产品,它自动带出它的编号,然后呢你输入它的那个数量,自动带出它的那个总计的金额 然后再来就是输入它的哪一个地区,那这样的话,等于是,当然,如果你有更多蓝的话,你可以再继续往后面再,比如说30个,它自动带这个,那这个带这个,那当后面如果还有,你可以再加啦,等于是说有点,其实也类似表单的这种做法,也是自动化的一种方式,所以当然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让使用者输入,然后让它输入,除了快速输入之外的话,也比较不会出现问题,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讲到的,应该还有印象嘛,那里面可能需要做一点点程式的动作,那当然主要就是,从那个什么呢,其实我们在云端上面也有啦,所以回去,记得还是要稍微,从头把那个范例档打开一下,那程式码里面呢,我们就有上个礼拜讲的,其实这个地方主要是,利用那个事件驱动, 事件驱动,当那个储存格里面,那一栏里面的那个,里面有发生变化,有改变的话,那我们就是触发,触发什么,就是直接把那个公式丢进去,所以基本上的话,不外乎就下拉清单, 然后做一个名称,让它可以自动向下来,然后再来就是说呢,这个地方呢,可以用函数,那最后用那个什么,事件驱动之后啊,当然这个保护,保护也有讲到,然后保护工作表, 不过如果说你保护,你想要破解保护的话,好像前面有讲过,你丢到Google的试算表嘛,Google的云端上面,它经过转换成Google试算表,里面的保护其实也会破解掉了,OK,然后,这个是自动带出的,也就是当这个工作表,特别主要,其实就是VBA里面的哪一个工作表,里面的工作表被change的时候,那change的时候会告诉你一个target, 这个target是哪一个变动,那那个变动,如果它的栏,有没有target.column,点column是它的属性,这个属性的话,如果是2的话,表示说是第二栏变动,如果是第二栏变动做什么呢,就是把它的A栏,因为我要产生,如果这个编号,这个地方变动的话,比如说这边变动,对不对,那我要修改哪个呢,修改这个跟这个,那这个跟这个实际上是自动的吧, 自动丢公式进来,自动丢公式进来,那它的,它的做法基本上就是我们上礼拜讲的,就是怎么样呢,在这个事件里面,当栏是2的话,就是B栏,对不对,那我就把A栏里面丢什么,丢一个公式,这个公式呢,实际上就是,那个什么呢,我们前面做的就是,那个用test,包roll, 那个格式是000,就是直接丢什么,丢公式到那个,我们的A栏,那丢公式到C栏,好,OK,那这样的话呢,就可以把资料呢,自动把它怎么样,带到 这边来,这个做法,OK,那另外这边也是一样,当它的,那个column,column是4的时候,那特别是这个,点column它只会是数字,如果是4里面呢,有change,change的话呢,那就自动帮我怎么样,带出这个公式,那一样丢公式进来就可以了, 所以这边当然,上礼拜有提到,就是,如果是4的话,那就column等于4,那就是在1栏里面丢公式,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先把公式先做完,然后再去做什么事件的触发,应该有印象啦,只是说这个东西啊,你如果不做很快就忘记了,OK,但是你常常做啦,我想工作里面,应该有很多东西,可以让你变成清单的,有没有,变成像这样的清单,那你变成这样的清单,那你变成 清单之后呢,向下拉自动带出几个栏位啦,反正你常常做熟了之后啊,这个东西应该,就基本上也不用背了啦,但是,未来可能有些程式,你不太会写,没关系啊,你可以参考云端上面这边的说明,OK,那,再来其他,数量变动,OK,后面还有表单啦,不过我觉得表单跟之前讲的有些是类似,所以这个表单我想给各位自己练习一下,那 那除了表单之外呢,还有什么呢,还有资料库,比如说资料库里面当然你可以用SS,那前面我们有交过用MySQL,所以MySQL部分的话,在这边有一个刮户MySQL,也有就是把那个我们这个销售资料,把它丢到MySQL的一些做法,这些东西啦,那其实也一样啊,就是,第一个也是一样在MySQL里面怎么样,新增一个问题2的资料库,在问题2的资料库, 2里面的资料库,新增一个问题2的一个资料表,那里面总共我要丢,总共会有5个栏位,所以分别呢,一样嘛,跟前面应该,问题1还蛮像的,只是说那个栏位名称不同,还有呢,形态也不同,啊,形态因为我们编号是文字,所以我用Vatcha,长度的话10个,品名也是用Vatcha,Vatcha是可变动的文字,可变动的字元,那, 后面的话是它的长度,然后单价是整数,RNT,RNT,RNT,那地区的话呢,也是用Vatcha,OK,然后你就要按一个储存嘛,按值钱还确定,OK,然后它就会有一个问题2,那再来就是,一样insert into,有没有,这前面有,我们在问题1有,只是说你可能,还要多多练习啦,因为这东西其实就是熟了,熟了之后也许你就不用特别去背它啦,因为这东西其实就固定流程,那底下有insert into的这个语法, 你可以怎么样,去,呃,把那个什么呢,把资料写入到问题2的资料表,写入到哪些栏位,总共六个栏位,values要,就是说要写什么东西进去,那你把它执行之后,执行这个sicle语法,它就会帮你把,后面这些value,六个value怎么样,帮你写入到,呃,问题02的这个资料表里面,会有一笔, 然后有001,002,002,那你可以跑个回圈嘛,它就全部帮你把它写入到那个mysicle里面了,那就可以完成那个资料共用的这个,这个,这个目的啦,因为一般公司里面,一定会遇到资料怎么共用,比如说我们两三个四个五个,反正很多人,同时去做一些事情,但是做完之后,你怎么整合这些动作啦, 其实最麻烦的那个就是整合的动作,那整合的那个人也很头痛啊,因为他要怎么样把资料呢,做共用,比如说你改我改,啊,大家改一改,最后,你不能说你改了你的,我改我的,然后变成我把你,我的盖掉,把你的盖掉,你再把我的盖掉,那最后,资料永远不会正确,那就很头痛了,啊,等于白输入了嘛,对不对啊,所以呢,要怎么样去解决共用的问题,其实啊,最终极的, 做法还是用资料库啦,哦,最没有问题的,但是,他必须要花一点时间去把它架设起来,公司内部,哦,OK,那用MICC,我想他,前面讲过啦,其实他是自由软体,所以比较没有费用上面的问题,啊,但是有一些公司,哦,可能会担心说不能安装MICC,我应该你可能跟MIS,MIS可能一直说不能安装,不能安装,之类啦,如果实在不行的话,好,另外,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在什么呢,在教育里面,哦,有一个叫共用, 共用活业部,哦,共用活业部的时候呢,这边有一个允许多人同时修改,且允许合并,哦,活业部,哦,这个要打勾,哦,不过哦,还是有一些问题,因为基本上他虽然可以做,可是,还是有一些衍生性的问题,还是会有掉资料的问题, 而且,在2010以后,好像才有,2007我不确定功能有没有完整,但2003以前好像没有这个功能,没有办法共用,哦,所以如果你要解决共用问题的话,哎,或者这个也是,你暂时还可以啊,那,或者是说呢,哦,Google试算表,没有,其实如果另外一个方法,你可以把它传到Google上面去,然后传到Google上面去的话,哦,你就是,哎,可以把它转换成那个, Google试算表,比如说开启,我用Google试算表开,就是传上去的时候,转成Google试算,其实Google试算表哦,也具有共用的功能,这边有个共用,没有,哎,这个共用,啊,这个方法是用云端啊,不过前提可能你们公司是没有,没有挡那个Google的,这个服务啊,那我发现有些公司哦,尤其是那个保险公司哦,金融业哦,又有个资法,然后又有什么,什么一堆的限制,很多,像 Google啊,会担心有各自的外,外泄的问题,所以很多东西都不能用,但是如果你们公司没有这个问题的话,那其实你也可以怎么样,利用这个方法,这边有共用,对不对,那共用的时候呢,哦,你就可以把那个对方的使用者,没有,填上去,哦,然后呢,后面呢,会有一个,有三个权限,它可不可以编辑,如果呢,它也要跟你共同编辑这个东西的话, 那你可以把那个可编辑打勾,可编辑是,它除了可以看之外,它也可以修改,可编辑是有修改权限,那如果你开给它的权限是,可注解的话,就是它只能在旁边建议,会跳出来建议,但是它不能修改,它只能建议你修改,可检释是,它只能看,但是它不能改,它只能把问题记下来,再传给你, 请你修改,所以会有三种权限,那如果说你要共同编辑,你就可以开可编辑,然后把对方的那个什么呢,对方的那个email信箱啊,输入上去,哦,输入上去之后的话呢,比如说我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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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我自,哎,不要,跟这个,这个人好了,然后呢,你就按传送,它就会收到那个,这个的连结,那它就会知道,去上面修改,那你也可以多给几个人,他们也可以同时编辑,那这个方法我觉得还蛮安全的, 因为至少我觉得它没有掉资料的疑虑,它也可以输入,但是,可能就是,就是有个缺点,就是在上面,它没有办法怎么样呢,它没有办法做那个,就是,呃,VBA啦,因为它VBA又跟,呃,我们VBA不相容,它自己有一套东西,它,它呢,叫Google的Appscript,它写法又不一样,呃,所以你编辑完,那不过编辑完之后,如果你还要变成那个Excel的话,你可以用下载,成Excel,也就是,哦,如果大家都可以连接, 啊,最后做完之后,你再把它下载的Excel,就OK了,等于是说,利用那个,呃,Google的这个试算表,达到,共用的目的,等于是说呢,哦,这个也是一招啦,我觉得方式很多,那你可能要自己去衡量一下,呃,每一种方案,的优缺点,那你可以找一个,哦,可能对,对你们来说,又是简单, 然后呢,又比较没有问题的一种方案,哦,OK,所以刚刚举了至少三种方法,不外乎就是,用那个资料库,不外乎就是用教育里面的什么呢,共用活业簿,哦,有没有,啊,不外乎就是用什么,Google试算表,这些都是方案啦,啊,有没有可能还有第四种,有啦,第五种,有,那就是自己要去想方法,那这就解决了,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,哦,OK,那今天的话呢,我们接着继续来看,就是说,哦, 哦,那个,呃,再来也许我们就直接看那个,问题,这拆解前面讲过,在用函数可以拆解,用VBA也可以拆解,那今天的话呢,我们干脆直接来讲那个有关,哎,问题零四的部分,哦,那请各位一样,哦,去把那个我们的范例档案,哦,问题零四开起来,那这个范例非常简单,一二三月,你会发现一二三月的这个资料都一样, 都到三十一,那二月也是到三十,三十一列了,其实就到三十,三月,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,把一二三月的资料,自动合并到第一季,哎,不过好像,呃,如果你要合并别人的资料,啊,另外我听那个,哦,就是外面那个,像保险公司,他们的MIS人员, 也就是,最后合并,手动把它合并,变得很麻烦啦,所以他有问说,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做,然后后来讲,如果你不用刚刚共用的话,没关系,全部汇整之后,你也可以怎么样,自己写VBA啊,自己写VBA来合并可不可以,也可以啊,对不对,你全部各自过,各做各的,那你给我, 我帮你就用那个V,写个VBA,把所有里面的工作表,资料全部合并在一起,也可以啦,可是问题他不会写VBA,哦,对,那我就建议他,学一下就好了嘛,你不要说什么都不会,那你要怎么解决问题,那最后你就是土法链钢,慢慢慢慢来嘛,对不对,那你效率一定很差,而且他每天要合并非常多人的资料, 我说你学个VBA算了啦,如果,那个,这个,这个,因为,政府,尽管会管很多啦,什么都啊,各支,那个什么什么都不能啊,很多,而且他们对外的Google也不行,那不然你就是把VBA学好,这个应该总没有问题吧,对,因为每一台电脑都会有Excel,OK,那所以请各位先稍微想一下,用什么方式可以快速的把1,2,3月,自动合并到第一季, 好,那当然你也可以用那个,欸,函数,不过插入函数你恐怕很麻烦,因为你要一个连,下一个怎么办,手动再拉到下面吗,不对,所以这一提,基本上用函数来解,可能问题性非常大,那所以啊,可能用VBA来解会比较简单,那VBA最好是怎么样,也许在第一季,这边有个按钮,按下去,自动把1,2,3月的东西,自动全部帮你合并过来, 如果你有12个月的话也是一样 不管你有几个月 反正底下有几个工作表 一键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合并动作 这里我想各位试试看 那程式写法很多种 那当然我们在程式码里面 之前都是用什么 用录制聚集然后再修改 不过我觉得录制聚集再修改 可能还不是说非常好 还有更好的方法 这边有一些 大概完成那项工作表合并 然后大概就是 也许可以先用录制聚集的方式来做 不过这个方法我觉得 还可以再更好 所以这个等一下再来看 请各位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方式一键完成 所有的工作表合并动作 那前面可以用前面想做的方法 反正这个方法 主要就是提高工作效率 试一下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——岛